这你可以你肯定不是南京人 也不是六合 你们南京人讲到外嘛 就是我这样 那么你怎么会想着 在这边开猪头呢 我老婆六合的 然后我本身也是一个美食博主 因为我喜欢这种卤菜 老鹅这种东西 我拍猪头肉起码也拍了有五六十 五十家要有 五十家 对 我们六合猪头肉这个就是主要是烂 这锅煮了有四个多少 十一个猪头 耳朵 猪头肉是南京市旅河区一个小小的车厂 不大的旅河区 你们有名的猪头肉 肯定有十几二十家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家猪头肉 是六合猪头肉节 然然生起了一颗星星 刚刚猪头肉的制作大家看到了吧 原来猪头肉里面的骨头是这样吃的 你们这个猪头肉哪边最好吃 拱嘴 会吃拱嘴 吃猪拱嘴是吧 拱嘴会不会肥啊吃的 它那块肉就是胶质特别重 其实肥的口感 但是其实瘦的那种香味 我看你们这个猪头肉就是 因为我们也吃过六合别价了的 你们这个好像颜色偏黄一点是吧 对对对 是不是这个有什么特色 六合一般它猪头肉吧 它一般就全是放酱 有的是放酱油 我们这个放了一点点糖色 带一点糖色 带一点糖色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刚做 我们也想稍微好看一点 对吧 像冬天的话 如果太白的话 就看上去就会被人试一试 对对冬天 而且我们这个刚出锅 你看没那么冰对吧 你这个买这么可爱 就剩这点了 还有还有 化凉嘛 就是 白拉底亚薄味 对对对 上面的卖网络在哪下面 对对对 这样子可能口感会更软碌一点 你看你看有些冬天的猪头肉 它一把冰了 就是全是猪油这种 吃的就会很腻 你看我们那个就感觉还是热的嘛 对吧 像你明天要买多少个猪头 12、3个 你们开头去了 两个礼拜 你两个礼拜 觉得一天买12、13个猪头 都是客人烹饭 很多人推进入到尼亚来 苏尼亚是这个猪头肉节 一颗然然生起的猩猩 后体之秀是吧 后体之秀 对 后体之秀 那除了猪头肉 就是基本上像 我们都做猪的生意 猪体枣子 做条 干涂肉也是我们最大特殊 就是那你这样子 你倒门 去年猪头肉 去年赶上 我们散烦他好不好 给你眼睛 眼睛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这一大块 应该是就半个猪头吧 对 我看你们这半个猪头 不配死吗 两个人就变望了 好嘞好嘞好嘞 讲实话 这个拱嘴 我真的也是 第一次吃这个拱嘴 我以前都是吃手的 你现在尝尝尝 这个猪头肉 最好的部位 拱嘴 净滑 灰吃的就是这个 胶质重啊 你看看 这个切的这种感觉 手 这个肉 感觉抖抖的 这准备很辣很辣 多 切不好切 太烂了 他这个切的时候 我已经很吓得 这切两块干啥这个 这是猪肱嘴 说实话 吃这个根本就没有那种 肥的的感觉 是 它那个胶质重 是吧 我感觉有点像 鸡旁 鸡旁 那种感觉 这种皮的感觉 这感觉全是胶质 并不是那种 很肥的的感觉 猪肱嘴正不错 肥的也好吃 这个也好吃 它这个其实已经冷了 但是吃到嘴里还是很冷 估计在北海 就会再一层 就接洞了 你们做的很烂 很烂 就说实话 它你的口味 比较实厚的 就是咸胆 不会太咸 有些作品 做的很咸 是 这个呢就是软多多 我觉得是对我来讲 很OK 咸度也很OK 这个技术 你在哪边学的 特适吗 不能讲 因为它这个香料 是一个很天秘的地方 一个飞椅 去各家的精华吧 然后结合六合这种软烂度 当然我感觉就是 你这个 这个做的相形 和六合大部分都不一样 当然我们在六合的基础上 我们想做出一个 自己的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东西 可以来尝尝 我们再讲好不好吃 对不对 其实猪眼睛 是我比较喜欢吃 因为猪眼睛口感很酥 瘦肉也很难 而且瘦肉吃到嘴里面 比肥肉更大那么一点点 给你搞定酒啊 不不不 这个得配酒啊 如果酒酒肯定更好 东西的价格我看了一下 应该还是正常价格 正常价格 就是很普遍的 资辱 对对对 资辱一定 全是鲜猪头 成猛就在那儿 这一碗这个肉 弄成了这个背酒给我吃 我一眼就把它吃完了 我不能走这边 咱给老板扫了 我带回家 慢慢喝酒 威威到来 西西平美 我是小姐 晚见